各位官政府今年中庄开婚12班接线婚联课程 包括红贝、第1个、清洁丁丁 已经有355人参婚、168人结婚 以往结婚之后,协助助业都能够得到八成 透过系统室团收学科和室科的担业地线 和台业借到第一期支点 收婚之后,立即连接受业 各位官罗港记青年发展处说 手组红贝点心婚联班学员五举面 原本是公司行政会计 已经终于终于20年 因为亚洲没有了的工作 有更对红贝点心有刑处 保明这份课程 还是红贝産品开发设计及成本控制、食材便便 红贝胖以及拼操作的手法 也还有上官创业官党 结婚之后,顺利进入红贝民店工作 并且各位未来创业个人拼摆 要求协助民众集结、提升旧的力量 各位官政府劳青处 每年居然有很多不同的支援婚言课程 今年就有十二班厨的支援婚言课程 超过350个人来报名参加 通过这样的支援婚言课程 不能够合作工夫 想完之后,我们也会替你美学工作 欢迎想要额工夫或是想要找头脑 想要提升自己领领的人 让我们来报名参加 该官政府的支援婚言课程 青夷人员婚言班 实施协助自己委的学员 处理劳动部、劳动立法典署 集定都用ICAP的课程 一般不够青夷人员是做课程临近 对处学员感谢该官政府 劳清楚办理各类这份课程 可以将所有的地鞋和旗卡运用到工做事物 增加接电章竞争力 劳清楚处理但印函表示 为了背后各类专业人材 这件卫合就业市场 11月3号载起9点到12点 将在该官人力发电所餐厅 基本结婚行锅店 现一新门 专来信该官彩虹报登 你们知道你们今天来这边要做什么吗 拔菜啊 拔菜美术 可是你知道这边的菜是用什么原理来种植的吗 我们会把厨鱼倒到那个厨鱼虫里面 然后呢那边的黑水膜 就是一种昆虫 它会食用这种厨鱼 然后它死掉之后 它就会来到这个鱼池那边 然后里面的鱼就会把它吃掉 鱼的粪便 它就可以让这个菜有营养 它就菜就可以长起来了 嘉义县的食农教育 培养孩子们健康的饮食习惯 中央厨房 由营养师设计菜单 为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做最好的把关 盛食教育 黑水萌把厨鱼变黄金 食欲教室 教孩子怎么吃才健康 全民懂吃 从小做起 家义 我的家 食农教育 全面家 大家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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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